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然 这句现行本的第25章一字不差 这些竹简经过检测时间为战国中期 那就意味着《道德经》的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中期 郭殿除简中《道德经》的发现 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崩洞 也引发了东西方学者之间关于《道德经》的一场废话 你们好 郭殿除简《道德经》是目前为止所发现的时代最早 文字最原始的老子著作 足以证明老子的《道德经》就是2500多年前的东方智慧 我们发现了700多枚有字简 均用楚国文字抄写 这些抄本比湖南马王堆出土的博书抄本 还早100多年 从战国中期的郭殿除简抄本 到西汉时期湖南马王堆博书抄本 都足以证明《道德经》一经诞生就受到世人的竭力推崇 在我的国家 哲学家书本华说过 《道德经》是关于理性的学说 俄国大王豪列夫托尔斯泰 对《道德经》也是十分推崇 当时由于没有公开发现的俄文译本 他就尝试自己着手翻译 托尔斯泰也非常喜欢山山若水 他认为作人应该像老子所说如水一般 德国的学家亚斯贝尔茨总提出 在公寓圈八百至千两百年间 是人类文明的 《轴心时代》 在轴心时代时期 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 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 波拉图 亚里士多德 而中国出现了老子和孔子 《道德经》让亚斯贝尔斯金查 在短短的几句话中 就包罗了宇宙论 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内容 他说《道德经》是一部 不可抵达的知识著作 《道德经》全文五千多字 严谨而意味深长 智不可而充满哲理 玄妙而顺理成章